过去五年 美国所有五十个州和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都报告了 强迫劳动和人口泛运的案件 每年从境外 换运至美国同时强迫劳动的人口 多达十万人 其中一半被泛运到血汗工厂 或者遭受家庭浪狱 仅2019年 美国联邦调查局 报告人口犯案件1883起 比2018年多出了500多起 根据美国一些学术机构的统计 美国至少有五十万人 遭受现代楼狱 并被迫劳动 在农业领域 百分之三十的农场工人 及其家庭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以下 他们难以表达自己的诉求 经常遭受威胁 和暴力并被迫劳动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监狱系统 有绝对证据表明 美国囚犯被迫工作工资很低 平均每天仅有0.86到3.45美元不等 在有的中 甚至根本无法获得任何保障 美国滥用童工现象 同样臭民找住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唯一没有批准 联合国儿童权力公有的国家 据美国一些行业协会的统计 美国也有50万名同工从事农业劳作 很多孩子从8岁起开始工作 每周工作长达72小时 每天劳作10小时以上也不现见 童工因农药致癌风险 定是成年人的三倍 据美国官方统计 2019年美执法人员发现 违反公平劳动标准法的童工案件 打858宗 在危险职业场所工作的未天人 打544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